模板建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路由了 对吧 我们可以先把模板关上 好 再来就是我们这个模板 它自己本身 它404 Aero它自己本身 不接收什么变量 它不像我们之前的index index自己本身 它还接收一些title 接收个blog list 等等这些 Azme等等这些变量 对吧 它自己本身不接收 所以说就 比我们省了一点点麻烦 但也不上很多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做路由 然后做路由 像index的JS这个路由 然后像Uda的JS路由 它都是默认给的 对吧 它默认给的呢 我们就不能直接去用了 而且呢 我们路由接下来 会有两个部分 我们这先分一下 我们会再详细的去讲 讲的这种方法设计 路由第一个部分 分为views view 第二个部分呢 是API 先错了 API应该是文件价 至于这两个分组 有什么区别呢 技术上来说 没有任何区别 它们都是一个路由 它们最终将会被注册到 科学2中 然后接收 对外区段的访问 但是这两个路由的业务区别 就是说 我们view里面建的路由 它是负责输出页面的 然后API里面建的路由 它是负责输出一些接口的 有利的来说 我们首页 就应该放在这个view里面 首页应该放在view里面 然后 users这个输出 首页是输出这个网页的 应该是放在view里面 然后users里面 比如说我们加了个login 这个登录的 它应该放在API里面 因为登录它不是个界面 登录它是个功能 对吧 登录它是个API 登录它是点击按钮 之后我要出发的一个 adix请求 它并不是一个页面 当然也有专门的登录页面 登录页面均匀放在这里面来 OK 我们先不管它 我们后面再回去提这个视频 反正现在我们发了API和view之后 我们404和Aerror的这个路由 应该放在view里面 对吧 这没有问题 因为它两个是纯页面 所以说 建一个error.js的路由文件 好 同理 我们先写一个注释 Aerror 404路由吧 好 然后路由呢 我们肯定是要引 跟这个的规则一样 首先我们要引这个 Core Router对吧 然后引完之后 我们还要加一个前缀 就是像Udus里面 加一个前缀 但是我们这儿 应该是不用加了 因为我们9404和Aerror 这两个呢 都是一个级别 比较高的一个路由 就是我们希望404 或者说Aerror 就是一级路由下面的 所以前缀就不用加了 什么时候需要加呢 我们到时候再加 所以说这个地方先留着 OK 下面就是写路由 写完路由之后的 写完路由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把这个Router 给输出出去 对吧 所以这个我们先 把它的行为给写上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写上这个 Aerror的路由 然后Router 就是盖的请求 页面嘛 对吧 然后Aerror 然后也是 跟这个index一样 你看 路由是什么 然后async的一个 一步函数 然后ctx next 虽然这个next没有什么用 我们也写在这儿吧 然后也同理 await 因为它是获取模板 然后渲染 它是一个一步 await 然后Aerror Aerror就是这个 这个模板的名字 对吧 OK 这是Aerror的路由 我们建完之后 我们再建这个404的路由 guess 404其实没有路由 我们没有说 这个反问一个404 没有人专门去访问404 404 就是我们这么写的话 其实没有意义 没有人专门去访问404 这个东西 404它是个什么呢 它是个doji的东西 就是一个星 我们先写完再说 也是await ctx.render 然后404 404也是这个 1.s模板的软件 它是星什么意思 就是说404这个路由 它是个doji的 就是你前面 如果有面中了 比如面中了Aerror 然后你面中了这个 GameLuke 你面中了这个Dyson 面中了这个Profile 某个人的用户名 对吧 你都可以 从我这种方式去访问 对吧 但是如果你什么 都没有命中 因为它星人码 就是所有的 什么都没有命中 一直会走到这个404来 我就给你返回一个404 什么都没有命中 就是相当于漏网之鱼 对吧 漏网之鱼到我这来 那就全是404了 就这个意思 写完之后呢 我们要去APP 去注册一下 因为路由在那里注册 路由 我们写个Aerror VIO 写长一点 好识别 路次 VIO Error OK 写完路由之后呢 我们就要去注册路由 对吧 路由跑到这个 这个没有 我们可以删了吧 我们从这儿注册吧 APP 点U字 然后它点Rose 根据这个方式去注册就好了 根据QR的方式 弄Master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路由给注册了 好 你这样 但这样注册有没有问题 大家想一下 这样注册有没有问题 比如说我们访问了Aerror这边去 这个肯定是会报错 比如说我们访问了这个 Profile U的内部这个路由 因为我们注册路由的顺序 大家记住 是先这个注册 然后一定要是注册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根据注册路由的顺序 如果访问这个路由的话 它会先去找这里面有没有匹配的 一找之后发现 这个星星给匹配了 对吧 这个星星给匹配就有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404路由应该是个兜底的 它不应该在上面 就是如果是它在上面的话 那你把所有的路由都给兜出来 所以说404的路由 一定要注册到最下面 404路由注册到最下面 好 那根据这个习惯呢 我自己本身的强暴证 我也把这个定义的时候 写到最下面 其实这个定义的时候 就无所谓 就注册的时候 要注册到最后面 最后面 好 这样的话 这个404才能被真正应用起来 OK 那我们可以先去试一下404的例子 我看控制台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我们现在访问这个没问题 访问 Json应该也没有问题 比如我们访问Json1 OK 是不是404了 对吧 大家看一下404 这对404 然后 这是个副标题 这里面的内容 都是这个404.1杰4 就这部份的内容 对吧 然后这个Header是什么呢 Header就是上面这些 因为这个导航也在Header里面了 然后Hooter这个肯定就看不见了嘛 Hooter里面只是引用了一些GS和CSS 没法从一般上体系 那我们可以看下一个代码 这里面 那根据我们的要求 这一块是这个Header 就是从这个HM2的Head 设置标题 然后引用什么东西 然后到最后这个导航 这一块是我们Header的这个组件 Liot里面这个Head的这个组件 这块定义的 然后再往下 这一块是我们 这个路由模板怎么定义的 再往下 这一块是这个Footer组件 对吧 根据我们之前分析模板的这个情况 好 就是说我们访问了Json1 然后访问了Json1之后 就上面这两个路由 都没有人认识 都没有人知道 所以说只能是 被这个CLS4的路由给兜底 兜底之后就返回CLS4 这就是CLS4的依然解决犯 然后错误的路由 我们看一下 错误的路由一般是这样 就是我们这个OnAerrorAPP里面 我们可以加一个配置项 加个配置项 我们在这写吧 就OnAerrorKinFig 复制成空 然后把这个配置项 给它写在这来 然后这个OnAerrorKinFig 我们可以把它复制成一个 什么配置呢 叫ReadyRacks Error 这个Error呢 就是我们在这写的路由的名字 比如说 我们这个配置项 有个ReadyRacks 就是跳爪的意思 就当遇到错误的时候 我们就撬转到这个OnAerror的路由上来 对吧 好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刷新 刷错了 这应该写个Lite 对吧 如果写conse的话 那这复制就会报错 好 启动起来了 然后我们刷新 但首先没有报错 对吧 没有报错 我们可以给它制造一个错误 对吧 我们可以制造这个 比如说 Jason这个路由吧 我给它制造一个错误 制造错误很简单 因为捣乱嘛 这个东西谁都会 对吧 很简单 我们就撕入一个Error 就完了 好 这个时候再刷新 大家看就到Error了 对吧 到Error了 就是说出错了 对吧 然后这种情况 大家看是不是很常见 就是出错了 复物链 预线 情况 请返回首页 对吧 这种情况 然后 我们在开完环境 我们实际上不是很期望这么做 就是开完环境下 我们还是期望 如果出错了 就直接告诉我 不要给我跳一个什么错误页 就在现场环境下 你出错了之后 给我跳一个错误页 感觉还挺友好的 对吧 然后出错了之后 我就希望你能直接告诉我错误信息就好 拿出错误页 谁也改一下 所以说 这种情况呢 又回到了我们那个 判断环境的情况 对吧 然后就跟我们 DB里面 Tintrk里面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扛过来 在这里面 我们要引入这个 Craduction这个东西 就是 UTL-Core Environment里面 如果是线上环境 我们就这种配 如果不是线上环境 那就原封不弄得这么着 对吧 好 如果是线上环境 然后我们就让它 跳转到这个 双误页 比较友好 对吧 也不会暴露一些双误信息 因为暴露双误信息的话 有可能会暴露一些 服务器里面的一些秘密 对吧 这个时候 如果是线上环境 就跳转到双误页 如果是本地环境 那就不跳转了 不跳转 那就直接暴露了 我们看一下 就直接告诉我们 别错 简单粗暴 对吧 然后你改了就是了 有错过之后 你控制台一看 你改了就是了 OK 接下来我们把那个 麻烦给去掉 好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 磁丁寺和错误页的 这个路由和模板 这块都已经讲完了 到这为止呢 我们这个生产环境 基本上也已经做完了 我们就 做一个提交 看一下我们改的东西 大体扫一眼 看看是不是都是自己改的 这个没问题 下面都是自己加的 好 那我们 代的 我们直接 commit 直接 commit 它会触发 看那个yes bin的那个检查 对吧 404和错误页 OK 然后我提交完之后 我们直接push 好了 这样的话就已经完成了 这是我们的开发环境 至少是已经完成了 开发环境完成之后呢 我们本章的产出 基本上算是完成了 最后还请大家一个 JWT的一个补充 或者说额外的一个演示 我们下一节再说 或者说预备 来呢 好了 所以我先打开 好 Duty 行